DJ Jazzabee 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翔哥 今天我看見奧尼奧出了一個DJ音樂盒 煩醒了我一直以來的DJ夢 Jazzabee 好吧我們先開箱 看一下這個包裝盒 就感覺好像還挺精緻的 我來看一下 王元的貼紙 檸檬芝士蛋糕味 巧克力夾心 原味夾心 柔華香草慕斯味有四種口味 看一下這個DJ台 你看DJ台就是這個樣子 廣告上面說就是把餅乾放上去 它就會有割出來 感覺很有心意 打開煮店員試著放一塊奧尼奧 要幾口餅乾 然後就可以變更多旋律 然後還有不同的組合 都可以打出不同的歌 放一塊奧尼奧 這個是主旋律 放上去就有就有那個和弦 這邊放了半塊音樂就不一樣了 這是邊吃邊玩的這個 經過我的一番研究之後呢 是這樣玩的 它就會放王元的寶貝 吃了一口之後 就有一個尖叫聲 再吃一口 愛你哦 再吃一口 一個歡呼聲 哎喲 不錯喲 主材放一塊餅乾 它就會有一個主旋律 你再放一塊 它就會有一個旋律屬性 而且不會發生衝突 然後你把這個附材放在不同的角度 它就會出現不同的歌 有一個旋律 它就有一個旋律 那它就會出現不同的歌 它就會出現不同的歌 它就會出現不同的歌 可能大概就是这样的 一个主台一个副台 副台放在不同的面就会出不同的歌 然后咬碎了不同的饼杆 它也会出不同的歌 而且它的旋律不会乱 这一点是让我觉得很惊奇的 我之前就在想这边放一首歌的话 这边放一首歌的话 它的节奏会乱的 通过实验之后发现 不管怎么样的变换 它的节奏都是融合在一起的 可能它的那个B 是在同一个同一个那种曲线 反正就是不会乱 回了试这个音乐台 我都吃了两袋饼干了 真的 这个音乐台的目的 就是要让你不知不觉的 把饼干吃下去 真的 你们可以看见 这中间有五个这个点点 它的原理大概就是感应 或者是框桿 那我试了一下 如果用手挡住的话 它是会唱歌的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 奥尼奥音乐低接盒 确实是一款食物能做出这样的行业 我感觉确实是有行业 不过 我实在的也没什么用 像我们这种买回来 也就是玩一次就放着的系列 可能小孩子会多玩一下吧 不过现在的小孩也都在玩手机游戏 谁还玩这个 不过不得对这个创意 表示一个大大的赞 确实是很不错 好吧 那么今天视频差不多就到这里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请帮我点击个关注留言 身上分享 我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 我发现一个问题 这个东西是光感的 我刚刚把灯一关 它就开始唱歌 吓我一跳 然后我把灯关了 它就开始唱歌咯 开灯 耶嘿嘿嘿